大家好,现在春季到了多肉的生长旺季 那么这个时候就一定要给多肉追肥了 但是很多话也就会担心 多肉不追肥,它长不旺 但是追了肥又很容易出现伤根的现象 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更为安全有效的办法呢?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温和有效的施肥方法 什么方法呢? 首先我们可以在盆土里面给它追施一点缓氏肥 而缓氏肥的话我们最好就不要用太多颗粒型的 因为颗粒型有时候它会接触到根系 可能会出现伤根的现象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缓氏型的营养棒 那么这个营养棒的话它的营养非常的全面 而且它比较温和 我们只要插一根在盆土里面 它的养分能够持续长达60天 然后它是深入土壤 它的吸收效果会更好 怎么用呢?像这样一个盆的话 我们大概用一根就可以了 可以用它这个小装置 然后沿着根茎到边缘的中间这个部位 给它插进去 插进去之后 我们再用上一根营养棒 然后把它取出来 这个营养棒插进去就可以了 插进去一直按压到盆土里面 然后用这个土盖住 这样的话它后期就会慢慢的释放养分 给这个植株来生长 但是华氏肥它释放养分是特别慢的 所以后期呢我们还要适当的补 怎么补呢? 补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种多肉全营养的水龙肥 它有充足的淡肥 而且是甲肥特别高 可以让植株能够快速生长 又不容易出现土长的现象 但是为了避免伤根 再加上我们之前的盆土里面给它增加了营养棒 所以后期在追肥的时候呢 浓度了我们可以翻上一两番 一般是建议稀释大概1500倍 那么我们可以稀释3000倍左右 然后放进这个水壶里面 给它进行灌根处理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营养又补足了 又不容易出现伤根的现象 这个多肉啊 在春季呢 就能够养得旺 养得壮了 所以春季呢 多肉是非常有必要用肥的 只要按照这样一种用肥方法 不仅不容易伤根 植株还长得旺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